夏天容易出汗,特别是比较胖的人,一冬就出汗,汗水粘粘的,让人很不舒服,所以很多人都想帮射法不出汗,少出汗。 其实这些做法,完全违背人体的生理规律,而出汗才是福天最好的保养品。 俗话说,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汗可以调节体温、体液、排泄体内废物,还可使皮肤表面保持酸性,防止某些细菌对人体的侵袭。 一、不出汗,人不安,出汗的十大惊人好处,出汗是人体排泄和调节体温的方式。 当我们觉得热的时候,或者在做运动的过程中,出汗是正常现象,正常的出汗有益于身体健康,出汗能够调动全身器官,改善循环,在中医看来,是当出汗还能有助于排出体内的湿血和热毒。 人也变得精神抖走,细细数来,出汗有以下十大好处。 主动出汗,加快体液循环和代谢过程,排出体内堆积的数算、尿素、安等毒素运动出汗可以扩张毛细血管,加次血液循环,增加血管病弹性,达到降低血压的目的。 出汗促进生化、睡眠,出汗有利于盖制的有效保留,防止骨质疏松。 主动运动流汗会产生积极正面的效果,能大幅度寄生记忆力,增注力,出汗,可以将皮肤费物代谢出去,清洁毛头,达到美容护肤的功效。 运动出汗,可以燃烧脂肪,去掉减肥的效果。 流汗的气味,能使女性心情愉快,并感到精神放松,从而更有耐力夏天出汗,有一个惊人的好处,那就是提高身体免疫力。 出汗,实际上有助于抵抗结合病菌,和其他危险的病原体,预防感冒。 二,汗液颜色异常。 甘肺胆有问题,真正的汗水是没有颜色的。 熟出现黄色是因为微生物对汗水当中的一些微量元素发生化学反应所致。 而且,某些身体有疾病的人,汗水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当出现不同于一般颜色的汗水时,就要考虑会不会是身体生病了,需要及时就诊。 叶黄汗,汗液呈现黄色,多是由于血液中一种称为胆红酥的物质浓度过高所引起。 主要见于肝胆疾病,如及慢性肝炎、胆囊炎、肝硬化等。 此外,可多仅是胡萝卜、橘子、肝橙等蔬果,也可出现在实性的黄汗。 此时,建议及时就医,如是慢性肝炎、脂膀肝等几种常见肝胆疾病患者。 日常可用橙皮进行调理,慢性病毒性肝炎,可用胆身橙皮手肉汤、橙皮排骨、橙皮小米粥等。 肝硬化,可用胆身扁豆橙皮粥、玉米虚橙皮银等。 二白汗,从中医看,白色鼠肺,肺色外露则现白汗,多为肺阳虚所致,常与肺功能虚弱有关。 有时,疼痛剧烈如肚子痛,也可引起白汗淋漓。 肺阳虚,在上,应以温费健脾,以计化咸味仪。 在药物上,可选用细心、甘酱、桂枝、麻黄、单身、人参、甘草等。 在饮食上,可选用鸽剑、核桃仁、白果、山药、鹅肉等元温费散含食品。 三红汗,汗液呈现红色,多与内分泌功能紊乱有关,也可能是身体某部位在出血。 可能是位于面部和液窝处产生色素的细菌所致,也可能是药物所致,如服用点化钾等化学制剂,也可有红汗出现。 内分泌紊乱,日常做吸引时都要多注意,尤其是不能熬眼,同时可用色物汤进行调理。 如是身体某部位出血,务必及时就因止血。 四绿汗,汗液变为青绿色,提示有打质外泻,如极性化濃性胆寡言。 三,汗的味道异常,身体有病症。 患有不同疾病的人所排除的汗激味道是不同的,可以通过闻汗味来自测身体的某些疾病。 一,心愁味。 汗液带有特殊的心味,这可能和热症,或者是湿热症有关系,一般都是属于肝热,或多见于肝命化。 从中医角度讲,肝负责处理和分间有毒物质。 日常饮食中的煎炸食物其烟酒梗,聚令体内积聚不少有毒物质。 加重肝酸负担,造成肝热,而出汗是排毒的一种突进。 故肝热者的汗多有意味,而肝硬化的病人,不能将体内的蛋白质分解。 很多蛋白质随着汗液排出被细菌分解,产生特殊的性臭味。 出现这种味道,日常我们就要多喝菊花茶来缓解症状了。 二方香味,如果汗液之中有骨方香味,尝试糖尿病人的体征。 还有些小儿在汗液中能发出一种气数样的独特芳香,表明小孩子患了气糖尿病,属于遗传性疾病。 注意,出汗后切记喝冰净饮料,要是当补充肠温,下的白开水或淡盐水,少量多次渗入。 三,尿抽味。 汗液中含有尿骚气,汗干后会在皮肤上留下结晶,这是尿毒症的表征。 为尿毒症肾气衰竭的症候,病情较为严重。 四,酸味,如果汗液中带有酸味,可能患有活动性风湿病,长期服用水阳酸,阿斯匹林解热阵痛,的药液可导致汗液七味八酸。 四,这些部位出汗异常,身体可能有问题,正常出汗,主动出汗对身体来说好处多多,但是如果总是一个地方出汗异常,则要警惕身体出了健康问题。 如何识别这些问题,如何出一身健康养生汗,点击如下文章了解,都说多出汗排度好,但总是这个地方出汗可就危险了。 总之,夏天出汗是常有的事情,也是三复天最好的保养品。 但是出汗如果有一场情况,那么,很有可能就是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因此一定要重视, 如果你的汗散发一股尿味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尿毒症的表现,一定要当心我。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